用餐時間 玉里三名國中的校長鄭建民 都會仔細觀察孩子們的用餐情況 看看營養是否均衡 並利用這個時間跟孩子們聊聊天 了解他們的學習狀況 而回到辦公室 他自己反倒不急著用餐 而是點開慈濟志工提供的影片 進行手語練習 雖說只是幾個簡單的動作 但是鄭建民校長一遍又一遍的練習 還透過窗戶玻璃的反射 確認自己的動作是否正確 如此的重視 是因為他把這次 參加音樂手語句的演繹 當作對親恩的感謝 也想借這個機會 能夠對於我的父母親 有一個感恩的表現 所以我就尽我可能的全力以赴 來完成這一件事情 我多練習多進步 入室就會出來 協調性就會出來 而在封賓國中 課間休息的20分鐘 是師生們活動筋骨的時間 校長劉文彥會和學生們 一起享受這段運動時光 而回到辦公室 他又成了學生們的指導老師 在課業上提供孩子們 額外的輔導和協助 和學生們的相處沒有距離 因為全校只有50名學生 師生之間的互動就像家人一樣熟悉 好不容易有了空檔 劉文彥校長趕緊打開影片 找出自己在音樂手語句裡演繹的片段 認真練習 透過演繹 他要把校道的種子 種在所有學生的心中 種子埋下來的話 他在家庭教育裡面當中 或跟祖父母間的相處 或跟家人的相處的話 秉持著這個孝順感恩的心的話 無論做什麼事情 對家裡面或未來出社會 或讀書工作也好 都是非常幫助大的 克服距離的阻礙 兩位校長逐漸熟悉動作與台步 也用他們的行動告訴學生 有心就不難 大海新聞黃旗留宏志